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就是纸就是进入到我的世界里面来 我开始就感觉自己在一个狭小的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 突然有了一个出口 就那种感觉给到我的冲击就是说 就是这样子活下去是有意义的 首先纸是有生命的 它给我的感觉是每一种不同的纸 它都有自己的纸的特性 它是有性格的 所以就是在每一次创作当中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都要先去了解它 我先要知道它的特性是什么 和它的性格是什么 我在它的特质和性格之上呢 去展现说它的优势的地方 通常在做一个作品的过程是这样 我可能有的时候是直接先来灵感 比如说这个裙子呢 一开始我们先想要说要怎样的一个成像 那它的碰碰群很大 但是它又要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立体成像的感觉 所以就是先把它的基础的东西做出来 要把它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裁剪 让它成为说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通常这个过程我是比较善用感觉 心里就是有已经跟着那个感觉在走了 最后完成的也就是那个样子 这条龙的灵感是来自天边的一条软软的云彩 龙好比像天使的存在一样 它又代表着神性 我们人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意思 我就希望它是很自在的 然后是可以就是飞翔的 就是去把它给到我的感受去体现在这个作品上 因为要从一个想象世界的空间 你把它带到现实这里面来 需要很多具象的东西去做 就是跟这个还没有做成的龙在沟通 我也在一直在跟自己做沟通 我觉得万物都是合一的 因为只是跟我比较链接比较深 因为我觉得我跟它很有缘分 其实是它成就了我 然后我又可以通过它对我的成就 然后再成就它 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玩物这个过程 然后我说北方很多朋友 很多的资源给到我 我都可以给我介绍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 我一想到说我喜欢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沉浸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去寻找我自己 寻找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成为什么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只是需要我去坚持做我自己 而不会比较好 我能够变成了 我现在就能够变成了 我来做好看